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的3月26号星期二,我们一起来继续聊聊菲律宾的事 你们都说菲律宾的交警有问题,特别喜欢讹诈外国人 现在外国人的车都要拦下来重罚一笔 其实还是有比较不错的警察的 我给你们举一个最近刚发生的例子 有一个朋友,然后有一天下午想出去买点面包,三包一类的东西 他们这个面包店离他们家不太远 骑摩托车出来三叉路口右转就到 所以就没戴头盔,也没穿包脚的鞋,就穿着脱鞋去的 心想着就这么点距离,一般来说会出什么事啊 结果溜出来到三叉路口准备右转的时候 苍冷就出来菲律宾交警就给他拦下来了,二话没说对吧 就冲他一顿说,一顿批评教育 意思就是说,你看这个头盔没戴,脱鞋没戴 按照我们这边的规矩呢 一项三百,两项呢六百批 这个警察呢就要给我这朋友开发单 我这朋友呢也不傻呀 当场就开始解释啊 我是外国人,我不太懂你们的规矩 你能不能下不为例 警察一听,这外国人呀 哎呀,认错了 这个菲律宾交警呢,先给我这朋友倒上歉了啊 说不知道啊 我知道这样的话,我应该拿英语跟你说啊 这个头盔跟这个脱鞋的事 然后朋友说,哎呀,那我也不知道啊 外国人头一次骑着怎么办呢 交警呢还挺不错的 说那算了吧,这个第一次下不为例 啊,然后他俩人呢就聊了两句 因为外国人骂这个菲律宾人 我们这边的菲律宾人啊 对外国人呢,都比较追着一点啊 再开始就多聊了几句 然后以后,知道我这朋友要去买这个面包 就跟我这朋友说,说你不要去 你想去右边的那家 买面包的店,那家店不好吃 左边那家呢,potenso好吃哈 就是那个咸面包嘛 那好吃,你要去那边买 如果你不去这个路口左边那家买 我就翻钱 我朋友都梦了 说我伪装不发钱 我不去左边这面包店买面包发钱 这面包店是不是跟这交警有关系 对吧,但是我这朋友没敢多说 这些人都说了,对吧 放你一码了,那面包哪卖不是买啊 得了,那今儿就凑合左边那家店买吧 也没买过,就当尝尝了 骑摩托车就过去了 结果呢,这个餐包是有的 但是他想买的那个全卖的切片面包啊 这家店没有,没办法 还得去右边这家买啊 让人一琢磨 人家都让我来这左边买 我去右边罚我 我现在要是去右边 从那一过,他肯定还在啊 对吧,人一看 你这东西不给面子 你这个家伙不给面子 罚你,对吧 那怎么办呢 算了,摩托车先放这 我溜过去,走过去 对吧,买完我再回来 开摩托车再集会去 不就完了吗 我这朋友想以后啊 也就这么做的 走过去到那边 到了那个面包店 刚准买面包 吓一跳 为什么呀 一般呀 他有这种面包店的门口啊 都放着几张小塑料桌子 小破椅子啊 都有一些 这菲律宾人有的时候 上午茶下午茶呀 就在这儿 吃东西啊 他这儿 这个面包店也不例外 吓得说 他一台腿一看 四五个菲律宾交警 坐在桌子上 一人拿一瓶饮料 三四个小面包 正吃下午茶呢 当时我这哥们就 内心感动的 不得了不得了的 为什么呀 这哪是说 这家面包不好吃啊 这是那路口交警救的呀 对吧 他这伪装过来 四五个交警 对吧 一个能通融你 俩能通融你 三个能吗 四个能吗 五个能吗 对吧 这不是抓一点型吗 看来那交警还真不错啊 真不错 所以呢 他们能把这面包 又回到以前的面包店 左边这面包店 骑上自己摩托回来的时候 还跟人家 还打了几个 主动打了个招呼啊 说了几声谢谢 是吧 所以说呢 这东西就这样了 有好交警吗 菲律宾有 只不过呢 可能马尼拉呢 吃外国人吃习惯了 吃成毛病了 所以呢 可能就显得没 其实印象都差 但是在我们这种外边的岛上 这很多警察呀 还是都挺不错的 得了就跟大家牵扯到这吧 没什么再继续扯淡菲兵的事